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红 你觉得我这样的女生怎么样 天呐 救救我吧 我觉得你们是在整她 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喜欢了就是喜欢了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木齿 我是何宣林 高情商回答 带入剧中角色回答下列问题 展现高情商男友的魅力吧 我觉得你们是在整她 超红 我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哦 不 你今天又美了 是魔戒 不是游戒 我今天是本 但还不错 心情挺好的 还是 超红 你觉得我这样的女生怎么样 天呐 救救我吧 没事 你就说实话 是你拯救了我 你是我生命中的白月光 谢谢你的出现 超红 我们是不是到了倦怠期了 不 奎儿 我们怎么会到倦怠期呢 我们有那么多颗流星没有看完 我们要看遍每一颗流星 整个一个被游住 你能猜到我心里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猜你在想我 我猜你在想我 真的游住了 你们是在整我吗 我感觉 你愿意和我一起吃火锅涮肉吗 我要的不是火锅涮肉 我要的是和你一日三餐都在一起 这个真的还挺好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 喜欢你需要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吗 是啊 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不需要理由 霸道总裁 就占个霸道 就是戏里面就是那种 就是我就喜欢你了 行不行的 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喜欢了就是喜欢了 主要其实是因为他长得帅 要一般一般情况下 跟我说这个 世俗总要男人无拘无为 哎 哈哈哈哈 本意啊你 哇塞 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有送错 你会爱上我妹妹吗 你始终是你 就算没有送错 我也会让他再次送错的 可以吗 何老师 我到底 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说得好 说得好 他这种 对吧 不用什么高情商 就是我乐意 他就是说话气死我 我也开心 管着 这才是高情商 是不是 何老师我要向你学习 现实生活中 牧池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要是问他 我说牧师人 你猜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他就回答 我管你在想什么 然后你 他就一直在打我 当然没有真正打到 但是他就是喜欢打我 真实来说 他确实也回答了80% 是对的 管你在想什么 你再问我一遍 牧师人 你猜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管你在想什么 神还原 就这样了 太期待兴奥金城堂了 好了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